我是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地方长大的 我比较喜欢大自然 我的祖籍是广东 所以我算是第三代移民 大学是去了新加坡 大三的时候有一个创业项目 通过那个项目了解到知识产权 项目结束之后就回到新加坡 当时是07年 整个风头的环境都还不是这么成熟 也不够钱开发我们的产品 第一次回到中国完全非常震撼 人口非常多 市场非常的大 2009年就在四周成立我们智慧亚 租了一个公寓就整年 闭门造车开发产品 年底就有了产品之后就带着产品回新加坡 做了一些销售 2010年年初就得到了我们的第一名电视投资 我们提供收集竞争对手的情报的分析 技术情报的一个布局 也提供从idea到产生产品 然后到有知识产权 这整个流程的一个管理系统 是一直以来我们主要的购买者 是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 像这种类型的数据库和分析工具 是给法律背景的人使用 而我们的亮点是让不懂法律的人 不懂专业的人 没有阅读过专业的人 也能搞懂专业 也能通过我们提供的这种分析 去了解竞争对手的布局 我们的客户编布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已经有三千多家 各行各业都有 现在我们全球有差不多六百个员工 我们大部分的团队都在国内 在国内打交道和国外也很不同 国外是比较个人主义者 而在国内都是一群兄弟们 作为一个团队提起拼 作为一个创业者也有压力 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是能见到各种 心形式式的人 创业者 很难说有工作家庭的平衡 好处在于能把控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我回到新加坡 就在家办公 就陪孩子 同时间也是开很多会议 电话会议 视频会议 我们是从专利 知识产权 信息这一块起家的 然后慢慢地通过客户的反馈 了解到大数据时代 AI时代 接下来 国内做的也是这 已经在开始做的一个产品 就是集合各方面 和技术和科技相关的信息 然后做出更深入的一些大数据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